今天的主题呢是用100块钱约会一整天 然后现在就是出去外面吃饭 人均其实都要100块钱了 所以今天呢我要挑战一下用100块钱 然后两个人约会一整天 就是包括吃喝玩乐 好了 那我们现在先去吃个饭吧 然后我们先来吃这家五载天小吃店 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家小吃店了 真的是从小吃到大 但是呢我已经真的很久没有来吃了 你们看他们家的价格真的非常划算 基本都没有超过10块钱了 把这些餐票拿去对应的地方取餐 取了餐以后呢在这边拿着餐盘 在这边抖餐 这边是什么东西 等等你们看这些才多少钱 才31块钱真的超便宜的 然后人均就15块钱左右 这个沙茶面呢它的汤头看起来卖了 8块钱一碗哦 有肉 然后豆腐 青菜和面条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 哎呀 火掉了 花生酱拌面 然后这个呢就是下面的小吃 芋包 芋包 那外面呢是这种芋头 芋头米一样的东西 然后里面会包一些 肉啊 笋啊 香菇什么的 很好吃 然后拌上这些什么 葱头油 还有甜辣酱 这个好像是沙爹酱吧 就这样子咬一烧起来 超绝的 花生酱拌面就是这样 搅拌均匀之后 每一根面条都裹上了花生酱 超级香 这个是厦门特色 从小吃的花生酱拌面就是这样的面条 超好吃 然后呢 这个是肉粽 他们家肉粽蛮大的 还有扁食汤 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继续 一起来看 太济糕了 我觉得 不能太要为你迎接 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 能不能再勇敢一点点 能不能再勇敢一点点 就算让我知道我永远只是淡脸 我也会藏着感谢 笑着和你说再见 这个就是超好吃的芋包 里面是榫丁还有肉丁什么的 跟外皮是芋头做的 这个呢真的非常厦门特色 以前我爱卖在地亚哥会过这个起来是 它外皮就是芋头做的 然后有点糯糯的感觉 它现在是咸头的芋头 然后里面的唇筋都可以很脆 很有口感 还有豆腐和肉 就像是芋头 芋泥做的外皮的豆包的感觉 好那我们现在吃完饭了 吃喝玩乐接下来就是去喝东西 现在带你们去一家好喝又失贵的冷宇店 我们来吃黄小姐四果汤的 就在这里 好多人呐 这边一份四果汤才吃得太甜了 这边的四果汤超大一份 会比平常的四果汤大一些 然后上面是有橙汁超多的 这样一份呢其实两个人吃就刚刚好 如果刚刚吃完饭的话 来 吃一些火龙粿的芋圆 好漂亮喔 你们看这个芋圆 跟我的指甲颜色是一样的 很好笑 超好看的我参加的这种火龙果色 下一次这个顺着的视频 很多人问我指甲是什么颜色 就是这个火龙果色 好啦 现在我们吃饱喝足 必须去找点有趣的事情做 那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 待会你们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来海湾公园啦 这是一个免费的约会季节 没有啦 我们现在要去玩 这个是激情的 很有意思的激情跳跃 海湾公园我觉得算是 下门特别漂亮的一个公园 因为它就在海边 然后它绿化做得也很好看 就两个人来这边散散步啊 什么都挺好的 这个人很害怕做这个激情跳跃 现在一直跟我说什么 感觉肚子怪怪的想要吐了 装神弄嘴 看到了吗 我最喜欢的项目 哎他怎么不跳了 预备呗预备 他要跳了 哦就是这个超级好玩 现在一直期间呢 不太好去看电影 因为逼避空间嘛 所以我们就来游乐场 增添一下情侣之间的感情 特别是玩刺激的像 不个人增添彼此的感情 你说是不是呢 我们的约会余额还有58块钱 激情跳跃20块一次 所以我们还是18块 我们的激情跳跃 我来了 玩这个激情跳跃 我觉得还是得把鞋子脱一下 我把我的孩子脱了 他叫我不要把他拉稳一点 不是因为我害怕我才拉住他 我的天天 我玩完的发型居然还是玩好无损 我也是 还想再玩一次吗 我也是 我也是 超好玩 非常刺激 这是我永远最喜欢的游乐项目 这不叫鞋子 哦 开始了 开始了 超好玩 就是这样子 你们懂吗 我也是 就是很用力的把你们甩来甩去 从游乐场出来呢 就是海边了 这边超枸极适合两个人吹吹风 然后就在这边发呆啊什么的 他现在退潮了 不然原本呢 水会慢到这一块来 特别好看 然后就可以下去踩水 很好玩 但是退潮了也是很漂亮啦 就是可以在这边看制度 你们看现在的雨 有那么大 像河一样 太夸张了 三个车的距离 就五分 呃 一秒钟 我全湿透了 我吐了 你们看一下 我被雨淋成这样子 然后今天的约会机能呢 原本不是还剩18块钱吗 然后我们花了10块钱坐地铁 一二五块钱回家 我们原本还想说到那个信林这边 信林湾这边有一个很漂亮的海边 去坐着吹吹风啊 或者是在海边骑机车什么的约会这样子 没有想到老姐也都不想让我们约会 今天晚上凌晨这样 那今天的未完待续的约会内容 就到这边 好啦 那今天挑战还算是小小成功 还剩了八分